大家好,我是启明,欢迎来到我们的频道 今天我们跟大家来聊一聊林郑月娥这个妖婆 这个妖婆在香港做了许多坏事,咱们今天就聊一下她 在2019年,香港特首林郑月娥到立法会出席行政长官答问会上 遭到了民主派议员的猛烈的炮轰 公民党党魁闫月桥手上举着一个丑字 问林郑月娥知不知道丑字怎么写 然后将这个丑字扔到地上说,这就是你的仿造 请你贴在自己的家中过年的时候看着,因为你不知道丑 这个是普遍香港人对林郑月娥的看法 林郑月娥自己表示被美国制裁后,没有任何银行敢给她开户 现在被迫每天使用现金,并在自己家中堆放了大量的现金 大家想想,这个是不是自作孽不可活呢? 大家知道,英国人花了155年的时间把香港建成世界第三大金融中心 在1997年,英国人将香港移交中共手中的时候 香港是一个以廉洁的政府,廉好的治安,自由的经济体系 以及完善的法治文明于世界的东方之珠 在中共接管香港后,香港警察抓捕了多少人,制造了多少人间的冤案 在2019年,香港黑警是烂抓,抓住往实力打 开签杀人,开巴士,摩托车撞人 放任黑社会打人,被失踪,被自杀,前奸,轮奸等等 轮方上演,人神共奉,人间悲剧 只许全副武装的警察,全身上下,蒙得严严实实 不许民众戴口罩 恶法横行,警报不止,警乱不止 却把矛头对准香港未来的主人公 香港的年轻抗争者 让香港青年流血,流泪,流汗 迫使他们献以美国为首的自由世界求助 迫使他们求台湾人投票给蔡英文 把香港的人伤透了心 香港这么好的一个地方就被林郑妖婆搞成这样 现在的林郑妖婆呢,她是重判清理 你知道吗,你在台上演这个丑绝戏 让你全家老少跟着丢人现眼 2019年近30万人在全球最大请愿网站上联署 要求英国政府永久撤销你丈夫林兆波和你两个儿子的英国国籍 在2019年12月19日,在澳门庆回归网宴上 在场中共高官是边拍掌边高唱 唯独你丈夫林兆波,既不拍手也不开口唱 而且是双手交叉胸前,面无表情,默然站立 这个画面是经过中共烟视播放后传遍全中国 你历称赶紧不断升级对香港抗争者的暴力镇压 在香港不得人心,在台湾不得人心,在国际社会不得人心 你丈夫与你也是同传异梦 在习近平面前,你丈夫居然与你不同掉 在你手上东方之珠被毁掉,光华不在 在你领导下的港府把香港变成什么样子呢 用八个字概括,就是乌烟战气,血雨腥风 真的就是这样,那么你的报应也来了 昨天我看到一个报道 车工是香港民间信眼中一位驱除瘟疫的神明 每年的大年初二车工当,港府都会按传统派代表为香港求签祈福 每年车工签都备受关注 民间发现原来自从特首林郑月娥,也就是林郑妖婆了 2017年上台以来,已经三次不听车工的警告 那么不听上天警告的官员会面临怎样的下场呢 不少市民还记得在2003年时任民政局长何志平 罕见的代表先议局到车工庙求签 结果摇出了83签下签 当年港府正在前推23条立法 后来爆发费典疫情 再有50万人上街反对恶法 后来这个保安局长叶刘淑仪和财政师 连锦松先后丢官 更是埋下了特首董建华脚童下台的伏笔 至于求签主角何志平 晚年卷入跨国贿赂大案 在2019年被美国是判入狱三年 晚景是非常的凄连 香港是中共统治下的一个特别行政区 香港出了问题不是美国的错 不是日本的错 不是台湾的错 更不是世界的错 最关键的错 错在中共违反在香港实施 一国两制 50年不变的承诺 不断侵蚀香港的自治与自由 林郑元 你是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最高行政长官 香港出了问题 不是香港青年的错 而是你的错 你错在上了中共的贼朝后 被中共操控 只对中共负责 不对香港人负责 助纣为略 其实你可以选择辞职 向香港市民深刻盗窃 天塌不下来的 你要对得起你自己的怜心 你也是有儿子 有父母的人 你也是自由社会长大的人 你怎么能干这种事情呢 在2019年12月19号 你丈夫林兆波 当着那么多中共高官的面 不拍掌 不唱歌 不随波逐流 不限中共下跪 非常难能可贵 中共是如何破坏香港一国两制的 你丈夫很清楚 你应该更清楚 中共习惯泄沫杀驴 为中共夺取奸商 立下汉马功劳的国家主席 部长省长 被中共整得死去活来 习近平他也是被中共整得死去活来 何况你这一家四口三个人 都是英国国籍 你这一个小女子 中共暂时在利用你 用过之后 保不清什么时候 就把你打入18层地狱了 如果说中共不把你打入18层地狱 你干的这些坏事 也会进18层地狱 所以说咱们在这里 还得提醒林郑月儿 你在那个位置上是有选择的 你可以命令那些警察 不要这么暴力 你可以辞职 向香港人民盗窃 这都是你可以做的 在你职责范围之内的 你丈夫都能做到这样 你怎么做不到呢 只要没有那么多人向中共妥协 中共的今天就不会这么邪恶 为什么这么多人向中共妥协呢 不就是为了自己的名 和自己的这个利吗 如果你能放下这些 香港就不会是这样 今天呢我们是跟大家谈了 林郑月儿这个妖婆 我呢很长时间就想谈这个话题了 但是呢一直找不到时间 现在我觉得是这个时间了 香港被他迫害成这个样子了 以前早说呢 咱们还会误会他 他不敢违背中共的命令 但是其实这些任何一个官员 你在那个位置上 你是可以选择的 就看你自己怎么去选择了 在这里呢 我先信香港的年轻人称住 中共真的挺不了多长时间了 要抗争的话 用智慧去抗争 用智慧去把这个中共推倒 今天呢 咱们就跟大家分享这么多了 我是启明 如果有朋友对我们这个视频感兴趣的话呢 麻烦点赞订阅 分享我们的视频 谢谢大家再见